地底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26集 俄国人白熊用匕首在地上画了MOHO四字 只有玉飞燕清楚它的意思 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实施 野人山巨型裂谷底部是由造岩物质所构成 探险队的六个幸存者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深入到地漫与地壳之间的模糊界面 如果要解释这件事情 还要从50年代初期说起 当时苏联和美国这两大敌对阵营 受冷战思维的支配 将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无休无止的战备竞争当中 军事科研也近乎于畸形的速度突飞猛进 双方接近所能的开发各种战略资源 当时的苏联有一项代号为地球望远镜的秘密计划 苏联国土的南部和东部复原辽阔 环绕着山越地带 天然洞窟和矿井极多 为了比美国更早掌握地底下所蕴含的丰富资源 以及人类从未接触过的未知世界 苏联人在一块天然盆地内的干谷中 动用了重型钻探机械设备 秘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 这一工程耗时将近20年 他们挖出的洞穴垂直深度达到13000米 是世界上最深的已知洞窟 因为涉及到高度军事机密 所以地球望远镜计划 始终都在绝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内幕 白熊 且格涅夫 惊严爆破和地质钻探 在地球望远镜的工程默契 他曾经参与其中 接触到了许多相关机密 人类设计出了天文望远镜 可以用肉眼来窥探宇宙星空的秘密 但是人的眼睛却不能穿透地面 所以才将穿透地层的深渊 称为地球望远镜 可以借助它来观察地底的物质 根据地下的深度不同 物质组成也完全不同 并不是一砖到底全是泥土岩石 概括而言 大致有三层区域 最外部称之为地壳 深处的地脉的中间层 地脉里面裹着地核 地脉与上下两层不同物质的分界处 称作不连续面 外边的被命名为魔祸不连续面 而深处的则是古登堡不连续面 当年苏联人挖掘到地下一万多米 取得了魔祸不连续面下地脉的样点 发现地底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使造岩物质形成了石蜡 它既不是岩石 也不是沙土 可能里面还含有微生物 才呈现出罕见的狗干色斑狠 表面上看起来犹如腐败的人造阁 与野人山洞窟里常见的地质构完全不同 白兄曾在苏联见过样本 并且知道这种地下物质分界线具有全球性 然而随着地表区域的不同 魔祸界面的深度也会有变化 如果是在野人山 至少有深入地下万米以下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特殊物质 于飞燕仰起头 在雨雾中看到的那条高悬的地峰 心中的诧异之情不可名装 此时山外风雨如晝 雷电交加 无法凭着闪电的光芒加以目测 只看手表上的海拔读树显示 洞窟底部距离 山口之间的垂直落差 大约有五六千英尺 而且裂谷的顶端 本身就位于野人山海拔较高的地方 减去山体的高度 到地面也不可能超过三千英尺 这个深度当然绝对算不得浅 但地层物质的变化 却分明显示众人 已经深入地下三万多英尺 也就是说 自身感觉到的深度 还不及实际深度的零头 在这个深渊一般的裂谷内部 似乎一切的逻辑和常识 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使人完全难以判断 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状况 于飞燕心下茫然 他向其余几人 简单地说了说白熊发现的情况 可司马辉等人的文化程度有限 除了知道一千米 大约是三千多英尺以外 又哪里听得懂 模糊围棋不连续面 和地球望远镜是何所持 可能用轻拙不明的混沌物质来描述 他们倒还能够理解一些 罗大舌头说 现在咱们是已经踩到底了 还管他多深做什么 我真想不明白 这种事有什么好担心的 从两千米的高度 掉下来是一死 从一万几千米的高度 掉下来不也是一死 肯定都会落个粉身碎骨 血肩四眼的下场 反正摔成什么模样 自己也看不见 根本就不用考虑 这个什么地底洞窟的身陷问题 司马辉想了想说 应该还是有区别 从两千米的地方摔下来 大不了惨叫一声 还来不及难过就永远安康了 可真要从上万米的高度 呈自由落体式的往下掉 你先是惨糊几声 然后掏出根烟点上 再拿根笔写好遗嘱 交代好后事 又回顾一遍 自己在热带丛林里的戎马生涯 可低头一看 那还差一半才到底呢 宇飞燕见他二人 根本不明 所以就跟着说 不管是野人山内的地质变异 还是自身的空间感 产生了错乱 都是后面才要考虑的问题 是有轻重缓急之分 现在还是寻找失踪的 文师运输机最为紧要 他见地下沼泽茫茫无尽 植被和黑暗阻碍了搜索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找到目标 几乎是经侦入海 使人无从着手 以往在山里 寻目绝藏的办法 此事全都用不上 根本无计可施 司马辉一路 跟着探险队进入深山 他发现 玉飞燕这伙盗墓贼 也确实有些手段 不过他们的传统经验和技法 似乎在缅甸丛林里并不适用 起先 江师爷决定 走相门深谷中的路线 就犯了大忌 司马辉在缅工游击队这些年 除了杀人放火 对丛林作战野外求生 救援 搜索 辨别方向 等方面的经验 也了如指掌 他告诉玉飞燕说 缅甸山区的地形非常复杂 要想确保安全 必须尽量做到 走高不走低 走大不走小 走纵不走横 走林不走草 如今探险队处于野人山巨型裂谷的底部 想在此搜索文士特种运输机 这四个禁忌至少犯了三处 一是钻入洞窟里走得低了 二是受地形和环境限制 视野过于狭小 三这是完全是生满 暴秘巨齿草的沼泽 很容易受到鳄鱼的偷袭 可以说是处境险恶到了极点 听司马辉提到 沼泽里潜伏的鳄鱼 众人不禁脸上变色 当年就在缅甸 有两千多全副武装的日军误入沼泽 由于伤兵太多 身上的血腥味太重 结果引来了大量的鳄鱼 还用了不到半个钟头 两千多人就全部活活喂了鳄鱼 根据鳄鱼的息息 他们发现猎物后不会立刻展开攻击 而是要先观察一声 可一旦其中一条当先铺上来 就会立刻引来更多的同类上前争抢 那时候会出现什么结果 自然不用多说了 司马辉又道 目前也只知道那架失踪的运输机 大致落在了猎谷的南端 可这地底洞窟空旷幽深 凭咱们这几个人 几条枪在沼泽里冒着雨漠黑寻找 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雨飞燕被司马辉的一番话说得心中凉了一半 黯然道 照你这么一说 咱们就没有任何机会找到那架文师运输机了吗 司马辉道 越是处境恶劣 越是有机会送上门来 先前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进入沼泽之后 我倒是临时想了一个法子 说不定管用 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了缅甸近百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的英国军队 更是达到了规模空间的一百多万 这当然这其中 有大部分的军族都来自于英属的殖民地 虽说是为了大不列颠而战 但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踏上过英国本土半步 甚至说不清英国究竟在哪 在众多英属殖民地中 英国人最为看重复原辽阔的印度 而缅甸又是印度的天然战略屏障 当时被他们建立为印度的一个省 所以英国人对缅甸经营多年 使之一度成为了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 这段时期的殖民统治 对缅甸的影响极其深远 至今在缅甸境内的许多公路 铁道 机场都是英国人建造的 更有无数的军火散落各地 这其中甚至包括了重炮 坦克和战斗机 司马辉就算不熟悉英国的情况 但他参加了缅甸人民军这么多年 对各种英国人造的武器 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其中的文士飞机 他就没少见过 以往跟随部队在深山密林里行军 有时遇到一些坠毁的 文士轰炸机的残骸 还有当年投下来 没有爆炸的重型炸弹 缅甸人民军里的士兵 见到文士的外科都会拆下来带走 相对完整现在就可以拿到世上去卖钱换物 因为这种飞机所使用的轻型焦合板 其原料全是一种名为巴尔沙的木材 相当于亚洲的炮铜 这种木料不挠不裂 易于加工 共振性好 不易变形和燃烧 很适合制作家具 或是修补房屋 如果看当地人家中有旧焦合木板 拼接成的简易家具 不用问也知道 原料肯定是来自于英国皇军的文士特种级了 这些事情都是常识 最是普通不过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但司马辉得到过经典传授 但司马辉得到过经典传授 他懂得相物之力 那是他祖上起家的根本 当今世上除他以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套本事 至于什么是相物 古代有给活人相面的术士 以面貌五官和气色高低 来断人吉凶祸福 又有相地的地势 也就是通过风水形式的布局 来分辨山川地理 更有相猫 相牛 相马等许多杂项 其实归纳起来 这些古法全都属于相物一道 旧师所指的相物之道 顾名思义 相是只用眼睛去看 物 他的涵盖可就光了 天地之间不管活得死的全是物 是物就必有其细物 无不合着阴阳相悖之力 古人曾如此解释相物的原理 天地本无为 辅万物之性已成之 只臣万物 看其幽微造化 便实属吉凶 映如神茶 这话说得太深了 倘若讲得浅显性 不妨拿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来形容 把一滴储存在试管中的眼泪 带到实验室里 可以很轻易分析出它的化学成分 得知这粒泪水是由什么分子所构成的 但这滴眼泪是由于什么原因 从体内产生的呢 究竟是伤心还是喜悦 即便有再先进的手段 也无法完全分辨 这就是知其形而不知其心 看得见摸得着总是容易判断 而无影无形的气质却难以判断 只有通过项物古法观察解析 所谓观其形知其性 知其性才能尽知其理 尽知其理终可得其道 司马辉虽然对这门家传的本事领悟的不深 仅得了一些皮毛在身 只不过刚到观其形知其性的浅显程度 但它置身在地下泥沼之中 仔细地辨别了附近的情况 不免看到眼里冻在心里 它知道制造文氏特种运输机的材质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如果巴尔沙焦河版 存放在潮湿无光的环境下 年代欲久 本性就会跃阴 如果文氏运输机落在了裂谷深处几十年 即便是地下森林中沉载着千载的阴沉木 笔枝也有所不济 这沼泽里的锯齿草和芦苇 也都暗合着造化变异之力 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同一层芦苇中 朝北的一面茂密密集 朝南的一面略显舒适 然而野人山巨型裂谷中 常年被浓雾遮盖 植被生长的规律不分南北 但那架失踪二十几年的文氏运输机 肯定是这片区域里阴晦最重的所在 换句话说就是阴急 对着它的芦苇 必然会稍显稀疏 如果仔细分辨 并不难找出文氏运输机的准确方位 如果不是司马辉等人跟着免贡游击队 在深山老林里摸爬滚打了多年 又懂得几分项物的诀强 也绝不可能掌握这些特殊经验 司马辉胸中有了对策 却唯恐斥责生变 于是就要在前面带路而行 他告诉于飞燕等人 你们只管跟着我走 今天必然有结果 并叮嘱道 在泥沼里走 应该排成纵队前景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不要超过一个手臂 并且要轻拨脚 稳落脚 务必要将枪械和背包 水壶等随身物品 紧紧的贴身收住 高过头 宽过肩的东西一律扔掉 这样在遇到或者跌倒 或者是陷落的突发情况 才有尽可能的 确保身上的携带的装备 不会轻易的一时散落 也可避免不动草丛 引来厄云 有利于迅速行动 司马回说完 立刻用猎刀 削了一段枯木枝 踏入到泥泞当中探路 他寻着这片沼泽里 阴沉腐惠之气最重的区域 一步一步的缓缓而行 其余众人紧随其后 穿过了一匆匆茂密的锯齿草 黑茫茫的也不知行出了多少里数 就见荒草深处 赫然横着一个庞然大雾 接住着探照灯的光束 细看其轮廓形状 隐约是架文式特种运输机的模样 他在此一动不动地沉睡了二十几年 机身已半线泥沼 附近都是凹凸不平的蜡状物质 几乎间隙可循 并且从湿地表面冒出了许多芦苇 结满了胎购后的胶质物 枉之如同蜡烛的油 缅甸人称之为水蜡烛 其实是一种叫做静鹅的飞鸣巢穴 众人刚刚走到近处 就经得无数飞鹅四散而出 在漫天雨雾中纷纷落在附近的芦苇丛里 有不少被雨水打湿的鹅子 见到黑暗中有光束晃动 便笨拙地向探照灯扑转过来 鹅翼上有白斑 通透如镜 都是潮湿腐化处滋生之物 水蜡烛是叶鹅身上的鳞粉凝固而成 即便是在漆黑的雨雾里也会发出冷光 但在这种特殊环境中 很难在远处看到 大概要在几十米内的距离才会发现 这架文石特种运输机沉睡地下多年 巴尔沙木料即便是经过加工 在过度湿热的地下也急腐朽 如今 这周围早已成为了大量镜鹅的聚鸡之处 司马辉等人却顾不上颇散身上的夜鹅 冒着雨提着探照灯 面前的鸡身虽然是盖满了青苔骨藤 但用鸭嘴朔铲散开了植被就显出了运输机舱紧闭的舱门 检视着各处特种正是探险队要走的文石 众人到此都止不住心头一阵狂跳 玉飞燕伸手摸了摸冰冷华湿的机身 看上面也结满了鹅潮 虽是意料之中 疑惑却是更深 真正的文石运输机确实落在这猎谷里二十几年 难道黑十二号在农屋中遇到的果真是个幽灵 他急于想看到机舱里的货物是否完好 就催促着罗大舌头去撬开舱门 罗大还只好把猎枪交给司马辉 接过了压嘴朔撬动舱门 随着一阵低沉的锈石摩擦手 运输机的舱门被他撬开了一条大缝 里面立刻钻出了一股刺鼻的霉味 探照灯的光束似乎被黑暗所吞噬 根本看不到机舱内的清醒 司马辉眼看情况不明 便拦住了罗大舌头 让他不要轻易入内 自己悄悄凑到近处 想尽可能地看清楚运输机的内部 他举着探照灯往内一张望 就见机舱里黑暗沉静 远处看不清楚 近处也不见有什么异常情况 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身前移动 可手里的探照灯就如同熄灭了一半暗道 根本看不到前面有些什么 欢ril盯上自社称之后 股东看不清楚 根本看无之 하게 切过日下 说五个左边 ue 微走 根本看不清楚 黑暗